这是所有烦恼当中的 只要有诚恨性 就会毁掉我们过去的这些山根 严重的诚恨性就会毁掉过去的山根 除了诚恨性以外 比如说贪欲 嫉妒 傲慢 这些不一定摧毁山根 不一定直接摧毁山根 但是诚恨性学过入心论的 大家都知道入心论的人安人拼的前面 讲得已经非常清楚了 所以只要有生起严重的诚恨性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之前 没有包存好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山根都一下子 全都不存在了 全都没有了 这个非常的可喜的 这个也不是说 稍稍有一点点生起义 那也不一定 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就是非常严重的诚恨性 开始大人 骂人 杀人 这种诚恨性 就是伤身到这种可以大人 可以骂人这种程度 这种诚恨性是非常严重的 诚恨性就把我们的这些山根都会毁掉的 就是在这个之前 没有包存好的这些所有的山根 全部就是摧毁得干干净净的 非常严重的 这个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诚恨性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小乘佛教和这个大乘佛教 对烦恼的这个 他们的态度不一样 比如说大乘佛教的话 那他认为这些所有的烦恼当中 诚恨性是最严重最严重的 一个诚恨性就是等于一百个弹心 等于一百个弹心 然后小乘佛教就认为 这个弹心是最严重的 一个弹心 一个弹心就是等于了 等于一百个这个乘恨性 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强调的 他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小乘佛教是追求自己的杰措 自己的解脱呢 诚恨性对他的这个打击 对他的阻碍也是蛮大的 但是呢 主要的就是不让自己解脱的 主要是贪欲性 贪欲了以后呢 有了贪欲以后呢 贪图相守以后呢 我根本就不想出家呀 根本就不想休息呢 这样子 所以呢 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这是最严重的 如果有了这个 如果这个贪欲比较少 能够这个走上基督导的话 那有些时候会有成恨性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 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 所以小乘佛教就是这么认为 然后打成佛教呢 他不是追求个人的解脱 他是想度一切终胜 那么度一切终胜的这个力量 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慈悲性 来自于慈悲性 如果没有慈悲性的话 那么他的这种力量 从根本上就消失了 根本就 这个菩提导 大乘佛教的路 根本没办法走 这动力啊 都已经不存在了 这远动力就是 就是慈悲性啊 成恨性跟慈悲性 两个是严重的矛盾 所以呢 比如说某一个人的 人的这个心理啊 有了严重的这个 成恨性的时候呢 至少在这个时候呢 在他的心里是没有菩提性的 没有这个慈悲性的 这两个不可能同时存在 严重矛盾的东西 不可能同时存在 所以打成佛教这个 这个非常的严重 有一点点贪运性 这个不是那么严重问题 这是最严重 实际上呢 这个成恨性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严重的 凡是成恨性 凡是成恨性 都是罪过 贪运性呢 有时候 有些时候呢 它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罪过呀 它不一定是罪过 所以成恨性是非常严重的 只要有成恨性 严重的成恨性 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之前的 这个不实的 从无事以来 我们所造的不实 给予的功德 还有赤阶的功德 就是这方面的功德 全部都摧毁了 全部摧毁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可惜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这个 由这个成恨性 成恨性 这个冒出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想办法 要控制住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